通常测量电感需要用到电桥 今天分享给大家一种使用试波器测量电感的方法 首先,我们需要用这几个元件制作一个简单的电路 先把电路图提供给大家 LM7805用来提供稳定的5V电压 470V法的电解电容用来保持放电期间的电压 0.5Ω的无感水泥电阻作为采样电阻与待测的电感串联 二极管EN4007为电感蓄留 防止电路中的其他元件被击穿 下面来组装电路 安装LM7805 安装470V法的电解电容 安装点动开关 安装保护二极管EN4007 安装0.5Ω的无感水泥电阻 安装排母用于连接带测电感 最后飞一根线作为地线 把电路焊好 在电源输入端焊上排母 给采样电阻两端引出两根铜线便于连接拾波器 电路制作好了 将拾波器的探针连接到采样电阻两端 使用两块18650锂电池串联供电 接通电源 我们先来测一支标称470V亨的色环电感 把带测电感插入排母 点击点动开关 在试波器上 我们得到了这样的波形 使用上升炎的起始部分 就可以计算出电感值 这一段的上升时间为10微秒 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变化量为50毫伏 我们知道 电感值等于电感两端的电压值 除以通过电感的电流 在单位时间内的变化量 合上开关后 电感两端的电压为5V 从试波器的波形上得到 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量为50毫伏 时间区间为10微秒 采样电阻的阻值为0.5欧亩 用采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变化量 除以采样电阻的阻值 得到电感和采样电阻串联的 这条支路的电流变化为100毫安 把算好的数据带入电感的计算公式 得到电感值为500微亨 与标称的电感值470微亨 十分接近 试波器上半部分波形的斜率明显变大 让我们使用这一部分波形 再计算一次电感值 这一段的上升时间为4.8微秒 电压变化56毫伏 把刚才的计算做成电子表格 填入电压变化量和时间间隔 得到的电感值降低了一半多 电感降低如此之多的原因 是通过电感的电流超过一定值后 电感量会急速下降 这个位置的电流就是电感的饱和电流 饱和电流是电感十分重要的参数 尤其是功率电感 从试波器的波形上 我们可以找到这个点 这个位置的电压值为80毫伏 除以采样电阻的组值0.5欧亩 得到这个位置的电流是160毫安 因此这只470微亨的色环电感的饱和电流为160毫安 为了验证这个测量方法 我们再来测一只1毫亨的色环电感 换上1毫亨的代测电感 点击点动开关 这一次上升区间取10微秒 电压变化为23.3毫伏 把数据输入电子表格 得到电感值为1073微亨 与标称的1毫亨十分接近 再来看一下超过饱和电流后的电感值 时间区间为4微秒 电压变化23.3毫伏 输入电子表格 得到电感值429微亨 同样降了一半多 最后再来看一下饱和电流 拐点的电压值大约55毫伏 所以饱和电流约为110毫安 同种型号的电感 电感值越大 饱和电流越小 经过测试 这种方法测量的电感值和饱和电流是可用的 假如你手里没有电桥 也可以试试这种方法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电感值